来看下面这件事 有两个当事人张某和石某因为犯罪进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面还不老实 因为一点琐事大打出手 导致这个石某轻伤 今天的赵某被四阳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2012年7月张某因猥胁妇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石某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按照相关规定 于行一年以下的服刑人员均留在看守所服刑 张某和石某碰巧在同一个件事 2013年2月11号正值春节期间 大家坐在一起闲聊 聊着聊着竟然吵了起来 两人对骂了几句后 张某抄起地上的塑料板凳向石某砸去 石某也不示弱 抢过板凳猛砸张某的头部 拉扯中石某从床上掉了下来 落地一刹那 左腿跪倒在地 张某趁势对石某一顿暴打 被别人拉开后 石某的左腿似乎已经不能动弹 一蹦一跳的来到了墙边 穿上被打掉的鞋子 还没走两步 腿一软 栽倒在地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作为在押罪犯 殴打其他被监管人员 破坏监押管理秩序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经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 我们也向省高院了解了一下 如果在押犯有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 但还没有导致轻伤害以上的后果 就不构成犯罪 可以根据监管秩序的相关条例 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 请不吝点赞订阅